德国总理舒尔茨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计划于16日 对乌克兰进行联合访问 媒体称 三国领导人的访问与欧盟委员会 是否授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的关键决定有关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切夫15日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领导人访问基辅的目的 是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相关军事的物资 允许乌克兰粮食等欧洲所需的商品向西方出口 讨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 如果此次访问按照这一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 那么将无助于解决当前局势 立马在15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乌克兰总统应该与俄罗斯谈判 欧洲人也将出现在谈判桌上 以提供安全保障 同一天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同美国及欧盟之间的沟通是必要的 并将继续下去 但这种沟通必须建立在 顾及彼此关切和互利的基础上 并遵循相互尊重和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 并遵循相互尊重和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